约书亚纪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讲到目前为止的圣经故事 神拣选了亚伯拉罕 他的家人成为以色列子民 后来他们在埃及做奴隶 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并在西奈山与他们礼约 又带他们走出旷野 而后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的对面扎营 摩西呼吁他们遵守神的诫命 好让外邦人知道神是怎样的神 约书亚纪从摩西去世 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地开始 约书亚纪的故事线包含了四个主要行动 一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 二是他们一进入那里 就与充满敌意的迦南人打仗 三是他们取得胜利后 约书亚把应许之地分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继承 四是在全书块结束的地方 约书亚向子民做临终人教导 现在来详细地看看各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从摩西去世 约书亚被任命为以色列的新领袖开始 作者有意把约书亚当作新的摩西来介绍 像摩西一样 约书亚呼吁人们遵守摩西五经 就是摩西在西奈山与神立约的律法 随后约书亚派间谍进入迦南 就像摩西在《民数记》第十三到十四章中所做的那样 不过这次行动要顺利得多 以至于一些迦南人 比如妓女拉河 都转过来跟从以色列的神 随后第三到第四章 约书亚带领全以色列过约旦河 进入应许之地 就像在出埃及记中 红海在摩西面前分开一样 在这里约旦河也为以色列民分开 祭司抬着约柜引领百姓过河 第五章是一个过渡的场景 以色列人追根溯源 确认自己是与神立约的子民 在这里新一代人接受歌礼 并庆祝他们的第一个渔业节 接下来准备前进的时候 约书亚遇到了一位神秘的战士 竟然是神军队的天使元帅 约书亚问 你是帮助我们呢 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 对方回答说都不是 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就是 约书亚是否站在神的这一边 这清楚地表明 不是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征战 而是神在征战 以色列只是一位旁观者 或者偶尔做神的计划的支持者 接下来六到十二章 讲述的是以色列与各个迦南部落之间的战役 故事的前半段详细地讲述了两场战役 后半段用一系列简明恶药的短故事 概述了多年的战争史 前两场战役分别是 以色列与耶利哥城与爱城的征战 从中可以看到神的信实 与以色列的失败之间鲜明的对比 攻打耶利哥城时 以色列采取完全被动的方式 跟随约会 这表明神的同在 他们绕城吹角六天 本来耶利哥人也可以像拉荷那样 转向以色列的神 但他们却没有 于是第七天的时候 祭司吹响号角 城墙神奇的倒塌 以色列人不战而胜 这个故事的主旨是神会拯救他的子民 以色列只需要信靠和等候 而后 爱城的战役却提供了一个与之相反的教训 一个名叫亚干的以色列人 从耶利哥城偷了一些本属于神的东西 然后又说谎 在神为以色列人做了那么大的事情之后 他竟然做如此愚昧的事 结果在爱城的战役中 以色列人大败而归 当他们谦卑地认罪悔改 并严厉地处理了亚干所犯的罪之后 他们才再一次获得胜利 这两个故事被并列放在前面 是为了说明一个重要的观点 如果以色列人想继承应许之地 他们必须顺服并信靠神的诫命 在这个方面 他们不会获得任何特殊的优待 这部分后半段 9到12章的故事从鸡变人开始 他们像拉河一样 转过来跟随以色列的神 并与以色列人立和平之约 这与其他迦南诸王的行为形成对比 其他各王联合结盟 要摧毁以色列 最后以色列与他们打仗 并大获全胜 约书亚纪在中间部分 记录了摩西和约书亚 带领他们取得的一连串胜利 现在让我们暂停片刻 因为这些故事和暴力 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安 如果你信耶稣 你一定会想 耶稣不是说要爱你的仇敌吗 神为什么还会主动宣战呢 首先为什么会针对迦南人宣战 圣经在前面直接给出的主要原因是 迦南人的文化在道德上极其败坏 特别是在性方面 而且他们普遍用儿童献祭 神不想让这些风俗影响以色列人 因此不能让迦南人存活下去 这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神真的下令毁灭所有的迦南人 像种族灭绝那样吗 乍看起来会发现 这些表达中使用了 没有留下一个人 或凡有气息的 进行杀灭等词语 但如果进一步阅读 会看到这些词语是明显的夸张 并非是字面上的表达 回头看神在生命纪第七章 指示如何对待迦南人 首先要求以色列人赶出迦南人 接着要把他们灭绝静静 随后又命令不可以和他们通婚或经商 当然你不可能和灭绝了的人结婚 这个逻辑你一定能明白 同样这种表达也适用于约书亚纪 仔细看 例如我们在约书亚纪第十章读到 以色列在西伯伦和底壁城 没留下一个活人 但后来在第十五章会看到 迦南人仍然住在这些城中 由此可以明白 约书亚采用超越字面的夸张语言 作为一种叙事风格 这种表达与其他古代战役的描述是一样的 因此 种族灭绝一词实际上并不符合我们读到的内容 尤其是那些已经转向以色列神的迦南人 比如拉荷和鸡变人 神对那些转向他的人是开放 接纳的 最后要思考的是 这些故事标志着以色列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 这些战斗只限于居住在迦南地的少数族群 对于其他民族 神命令以色列与他们和平相处 这些战斗故事的目的 绝不是告诉读者以神的名义施行暴力 相反 这显示出 在历史上这一独特的时期 神对人类的罪恶实行公义的审判 也显明了他如何拯救以色列人 使他们不至于被迦南人所灭绝 现在让我们仍然回到这卷书 经历多年的征战之后 年迈的约书亚开始把土地分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这部分内容大都是地理边界名录 说实话 听起来很乏味 就像读一张没有图片的地图 但对以色列人来说 这份地名表极为重要 这正是神对亚伯拉罕那古老应许的实现 他的后裔必要继承这片土地为业 现在这一切都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变成现实 本卷书的最后部分 二十三到二十四章 记录了约书亚对民众的两次临终讲话 这跟生命纪中摩西对子民的临终教导非常相似 约书亚提醒他们记住神的慷慨 追忆神如何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 并把他们从迦南人中拯救出来 约书亚呼吁他们离开迦南人的神明 忠于他们与神的契约 如果他们忠心守约 就会在这块土地上得到生命和赐福 反之就会受到迦南人所经历的神的审判 被驱逐离开这里流亡他乡 所以约书亚留给以色列人一个选择 他们将怎么做 这是故事结尾处隐约出现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就是约书亚纪的经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区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